多种官业植物将对面公园老榕树的景色 仿佛透过店面整片落地窗延伸进来 层架上摆放着各式盆栽 充满绿意的潜艇 是业者想带给忙碌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喘息方式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 所以其实像很多人会认为 志在是不是只有在花园 或者是在所谓的户外的场所才能出现 但我们特别把绿植这件事情引到了室内 让大家在下午晚上的时候 都还可以感受到你好像我是在台北市 可能有点像到了山林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山屋里面 来到都市山屋 走在四十年老房子拆下了横梁木板上 在听着背景播放的爵士乐 搭配随处可见的招和鼓舞 来杯首松咖啡气味风味品味交融 我们是用台湾山脉的高度来分的 那我们有低海拔的咖啡 中海拔的咖啡跟高海拔的咖啡 那分别对应着前沛中沛深沛 然后让民众今天如果你想想 你想要去杨明山这样 青山的中海拔 你可能可以点和好的咖啡 点杯号称能唤起山林记忆的咖啡 偷得浮身半日显 店内的空间分为两种氛围 如果您想要好好办公阅读 可以选择这边的吧台区 而另一边的低座区 则适合三五好友一起聚会放松 木直调然后再加上 就是吧台这边很适合工作 只要这间店的话 有一种自己秘密基地的感觉 它适合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是古物跟植物 就是城市里面突然间到了 一个不同的地方 都市的这一角 常举办各式展演活动 汉文创世纪 结合植物 音乐 山型咖啡 古物与特选气化 让生性命充电 也将山里的陷往 带到城市中 TVBS新闻 罗黄昌 蔡明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